嗨 早安 現在是7點21分 我想吃那一家早餐 它是賣粥的7點半才開 所以我打算外面出門 因為今天也不用那麼早去考場 找到要吃的早餐店了 紅麗粥麵巧 希望是好吃的 在這裡 剛剛吃完這一家 這是鮮牛肉粥 它那個牛肉確實是蠻嫩的 除了嫩之外 它那個粥有煮出 它牛肉的鮮味 我覺得它的粥不知道是味精放太多 還是鹽放太多 我覺得有點太鹹 吃完之後會覺得 嘴巴很乾 身體而言還不錯 可是如果可以不要那麼鹹的話 應該會更好一些 爽 烤完了 感覺是沒什麼問題 他們這兩天 香港理工大學裡面 都有超多理工相關的活動 還蠻酷的 所以接下來就是 再走很漫長的路 回到飯店房間 然後就開始我的假期了 現在要吃包仔飯 在佐敦那邊 沙子 可以吃完嗎 他下午才開啊 喔 呃 這一間 先包仔飯沒開 然後再去看牛雜的 也沒開 然後我就已經不知道要吃什麼了 所以我等一下決定要 去一家24小時的粥鋪 據說香港最好吃的燒辣 是在那裡 我早餐吃粥午餐還要吃粥 現在要來找 附近粥品 吃沙拉沙拉沙拉 看了一下我已經走過頭了 但是 我根本沒看到什麼賣粥的啊 出現了出現了 在這裡 是粥欸 在這裡 剛吃完蠔雞粥米 好吃 非常好吃 它那個粥呢 不像早餐那麼鹹 而且價錢一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肉給更多 我還另外點了一個燒額 一份68塊 台幣280左右 也是好吃 它的肉質本來就會有點柴 稍微有點柴柴的 但它不會咬起來 咬一段不好咬起來 它一咬起來它會粉掉 粥的話就是那個湯很濃 大骨湯的味道 然後那肉片很嫩 它肉片其實也薄 跟有點像台南的那種 台南的牛肉湯那個厚度 但是它很嫩 我不知道它是做了什麼處理 那個肉一咬就斷開了 你不需要用力去咀嚼它 把它撕開 非常厲害的一個牛肉片粥啦 之後來 一定還要再去吃 這基本上我覺得是香港 我吃過最好吃的東西了 現在去那個益順牛奶公司 因為剛吃完正餐 想吃個甜點 益順牛奶公司就在前面了 另外一家什麼澳洲牛奶公司好像也在附近 我等一下應該會兩家都把它吃完 比較一下看哪個比較好吃 益順牛奶公司 好吃 有點貴 一個燉奶要三十四塊 鬆皮燉奶 它那有點像是 比較稀一點的煉乳 就沒那麼濃稠 吃起來有點滑滑的 奶香很濃 然後表面放一層像那個 豆皮一樣 沒有 還沒有乾燥過的豆皮那種感覺 是好吃的甜點 想一想還是覺得自己有點爛 所以我現在 暫時是決定先回去打混一下 等一下 休息一下 再出來吃 包仔飯跟 澳洲牛奶公司 現在回到我住的那個 地鐵站了 但是在回去之前還要做件事情 就是去買雞蛋仔來吃 沒買什麼 剛才我聽到它叫22號 然後拿的是 65號 所以應該要等上好一陣子 先去附近晃晃 買到了 阿咪雞蛋仔 就像台灣雞蛋糕一樣 它再脆一點點 皮再脆一點點 然後內餡再甜一點點 我有吃過更好吃的是外面比較 在比這個還更脆 然後裡面是Q的 那個我覺得比這個好吃 但這已經不錯了 可能這不是最好的吧 但是我覺得這已經算蠻好吃的啦 還可以接受 而且離價那麼近 又不貴 18塊 18塊也是不便宜的 比雞蛋糕而言還比較貴 好吃 我們要走一模一樣的路 我們去吃飯 到了 你們最推薦什麼 北市街 好 那就吃那個 這一家好像也蠻有名的耶 星際 不確定啦 反正我今天先吃這個 四季包仔飯 剛吃完後面這個四季包仔飯 我覺得這包仔飯應該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說 第一個部分是它的料 我點的是它推薦的冬菇滑雞吧 它的雞肉是雞腿肉 真的非常嫩 包仔飯如果我沒有理解出的話 它應該是放在砂鍋裡面 然後用炭火去蒸它 它的雞肉煮得非常嫩 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的肉類都可以處理得非常嫩 在台灣吃不到這麼嫩的 即使是雞腿肉 吃不到這麼嫩的口感 雞肉是真的嫩 那另外香菇的話就表現得普通 香菇是什麼味道 它就是什麼味道 而且香菇的味道並沒有蒸到飯裡面 我不知道它是蒸熟才放進去的 還是一起蒸的 理論上應該是要一起蒸的才對 另外第二個部分就是飯的部分 它是用泰國米 泰國米吃起來口感就是偏硬 我其實沒有太喜歡泰國米的口感 那個砂鍋的底部應該要有鍋巴的 但是我也沒有吃到鍋巴 我不是那麼喜歡吃比較偏乾的泰國米 如果它換成台灣米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喜歡一點 那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料跟飯根本是分開兩件事情 料的味道沒有蒸進飯裡面 飯沒有什麼味道 我反而不是很喜歡那個飯 所以顯而言之我不會再來吃第二次 除非是有特殊的方法是會讓它變更好吃的 或許是我剛才做錯了 所以不值得特地跑來吃 然後現在去吃澳洲牛奶公司 到澳洲牛奶公司啦 但是門口也是排了一些人了 唉唷好多喔 吃完這個澳洲牛奶公司了 跟益順牛奶公司比起來 澳洲牛奶公司的蛋白燉鮮奶 比較濃稠一點 也比較甜一點 因為可能是因為它加多加蛋白的關係吧 我不太清楚配方 不過它這邊的奶香就相對沒有這麼濃 我會比較喜歡吃藝術那邊的 比較稀一點點 這個就比較濃稠一點 比較厚重一點 如果有來香港的可以自己兩年都吃吃看 然後比較一下反正他們不遠 OK然後現在就去看夜景 後面有超大的Long Chan 對面有超大的Cucci跟Burberry Burberry叫後面 這是Prada 那邊 那個我不知道什麼品牌 Miu Miu嗎 槍下來的 然後還有 這是H&M H&M開很大間就還好 感覺沒特別 台灣也很多大間的 然後 遠一點也有寶格麗 這一條真的是超多奢華的店 吃華洛士奇 這是我最愛 為什麼我最愛呢 因為 它的代言人是Carly Close 無關這個品牌 我就是只愛Carly Close 881 我們現在來到Chanel 今天晚上是奢華品牌之旅 前面還有一間Hermers 後面這個建築是 秀的水井總部 一個復古的古蹟 也不是復古 它就是古蹟 現在已經改成各種精品的零售店了 找到海港城了 超讚的 這邊完全沒有 沒有人認真 然後 完全露田 超棒 鄉民推推的 果然沒有錯 這邊超適合拍我做立亞港的 高度夠高 然後也可以叫架腳架 最重要的事情 是沒有遊客干擾 還不用收費 好我要來拍照了 如果在這邊拍照 如果相機沒拿好的話 你相信就會 這停車場真的蠻酷的 一個 一個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 然後它 最上層竟然是開放四燈 如果你走進來還不用膚淺 所以就可以拍夜景啊 或是在那邊約會也不錯 只是會有一點汽車廢氣 我覺得比去太平山頂還 而且還棒一點耶 特別山頂還很貴 它排隊排很久 這邊完全不用走過來就可以了 嗨 洗好澡了 準備要睡覺了 那就 一樣明天見 晚安